红十字会与红心乐会国际联合会称 有数百人在朝鲜今年的突发洪水中丧生 预计6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至少3万人的家园被毁 国际红十字会称 他们正在与朝鲜红十字会合作 向受灾社区运送紧急救援物资 红十字会有能力运送建造庇护所所需的物品 以及提供非食品援助 作为受灾社区 朝鲜红十字会已经接收了这些物资 在得到永久解决方案之前 他们在红十字会所在的位置及附近 建造了临时庇护所 视频画面显示 受灾地区正在建造起临时庇护所 克里斯斯坦斯是红十字会 与红心乐会国际联合会 平壤代表团的团长 他表示在10月底冬季降温之前 必须提供紧急救援 当然 这次灾难在各个方面可能都是最糟糕的 他摧毁了只剩几个星期就可以收获的粮食 而且冬天快来了 现在距离预报10月底的第一次降雪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地区的温度会骤降 到10月末 夜间温度将降到零度以下 当然到了深冬 这个地区可以降到零下30度 所以条件将会非常艰难 正因为如此 我们需要更多的永久解决方案 解决庇护所 健康服务 食物以及干净用水的问题 这些是相当基本而且重要的问题 是现在这些社区需要的 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 已经启动一项总金额约1500万美元的急救项目 目的是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 为30多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优优独播剧新闻